市長 市長 你說的疫情 現在已經大廣撲已經有錢照了嗎 這個是這樣 其實你看我們昨天入境幾個確診 一百 昨天 你看這過去一個禮拜 平均大概一百個 所以這取決我們邊境開放的問題 如果每天進來都 確診都一百個 只要邊境稍微一解封 還是會傳進來 所以當然如果要維持乾淨 就是邊境要維持很嚴格 問題是 現在已經從14天改10天 你再往下降 你想想看每天入境確診一百個 你時間再慢慢縮的時候 一定會遇到它的潛伏期超過隔離期 那一定會進入台灣 所以這個倒是真的要 如果政府要進一步開放邊境 恐怕就跟國人講清楚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像英國就完全 現在英國確診也不隔離了 很多國家都這樣 問題是 如果我們要跟病毒共存 要經過一個衝擊期 啊這個衝擊多大 恐怕政府要跟人民講清楚 大家要不要共同承擔 還是說 大家聯合選擇就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樣 邊界長期管制 對經濟還是影響很大